我们消除障碍要很努力 要很精进 消除自己的障碍 要很努力很精进 最重要是心要直 你是直的心 而不是歪曲的心 不能有歪念 不能有邪念 但是你有歪念邪念 你就必须要在佛菩萨面前 你要忏悔 因为歪念邪念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 所以修行很难 你必须要矫正自己 因为你有不好的念头 你就要把它变成无念 不影响你到自己的念头 因为歪念邪念 其实个正念是同样的一个心 大家要听好 有一句话讲 妄念跟正念 同样都是心 从你的心发出来的都是心 你不要把妄念 就觉得非常的 觉得自己非常的卑鄙 那么自己非常的下流 自己非常的污秽 不要这样子想 因为同样是你自己的心 因为同样是你自己的心 但是你这个心 只要妄念出现 妄念走了 你就把它忘掉 不理会那个妄念 要懂得这样子修行 这个是本然的一个现象 妄念产生 也是本然的一个现象 你必须要把这个妄念 当成你自己的心 你正直的心 正心 跟你的妄念的心 其实是同一个心 最后呢 要归于灵 同样都是无声 你把妄念 知道是妄念 马上不理会它 你就显现你正直的心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所谓禅修 这个密教里面经常讲到禅修两个字 就是说 你产生的妄念 也不要紧 因为你要明白 这是你自己的心 然后把你自己的心 不理会这个妄念 让它走了 你的正直的心就产生出来 所以心是你自己的那一颗心 所有的妄念也是你的心 所有的正念也是你自己的心 当妄念产生的时候 也不要觉得惭愧 把它移开 不理会 不受影响 正直的心就出现了 这个就叫禅修 你在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 产生了妄念 没关系 把妄念不理会它 你正直的心就会产生出来 这个就叫禅修 所以我们修行很不容易 很多障碍的 其实也要花费很长久的时间 然后你正念常常保持着 你就会产生热光明跟无念的状态 今天我跟你讲的是口诀 这是口诀 所以有妄念也不要怕 只要不受它的影响 不理会它 正念就会出来 同样都是你的心 这个就是禅修 禅定的时候也是一样 有妄念出来 不要紧 那是你自己心的显现 不受影响 正念就会产生出来 久而久之 就会变成非常的有力 你永远住在正念之中 住在光明之中 住在大乐之中 住在无念之中 接近 你接近成为本尊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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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